你们都到二路创作的时候 都把这个作品会提升 细节很重要 你们的细节 包括每一路表演 包括插车 所有的 包括车的轮廓都出来了 这是一个演员 很难做到的 很优秀 谢谢老师 冠名播出的我要上香气 同时我们再次感谢 简单快乐幸福中国老村长酒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您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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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呀 女儿啊 那树上结的是柿子 柿子 对 长得像橘子是吧 哈哈哈哈 爸爸 我最爱吃柿子了 你手里不有一个吗 吃吧 小点口吃啊 那柿汁啊 绷到衣服不好洗 嗯 你给爸省点衣服哦 哈哈哈 爸爸 那你看 这是什么呀 姑娘啊 这是柿子 柿子 对呀 你不最爱吃柿子吗 嗯 多吃点啊 嗯 你说你都瘦啥样呢 哈哈哈哈 吃吧 爸爸 哎 给我讲个故事呗 好嘞 爸爸呀 最喜欢给女儿讲故事了 嗯 说从前呐 说从前呐 有一对父女俩 就像咱们爷俩一样 啊 你告诉爸爸 我是谁呀 你是 你自己知道你是谁 那我能不知道吗 我是你爸爸 你是我闺女 你告诉爸爸 今年你多大岁数了 我今年 我不告诉你 你不告诉爸爸也知道 爸爸 嗯 你看 这是什么呀 这个呀 是柿子 哈哈哈 对爸爸故事讲到哪了 啊 讲到从前有一对父女俩 对 从前呐有一对父女俩 对 从前呐有一对父女俩 啊 爸爸叫柿子 哈哈哈 爸爸叫柿子 是柿子爸爸呀 对柿子爸爸 姑娘 你看这个柿子圆圆的像不像一颗爱心呢 像 像啊 嗯 他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团团圆圆 象征着吉祥如意 来跟爸爸一起念他的名字 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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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看我大姑娘 姑娘这是什么 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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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聪明才教五十遍就记住了 哈哈哈 爸爸 那你看 嗯 这是什么呀 这是柿子 那你再看 这是什么呀 柿子 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再看 这是什么呀 这是柿子 这是什么呀 柿子 哈哈哈 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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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你俩 爸 你干啥呢 爸 你可真有意思 你抄了半天用柿子 把路给你了 你也不吃 你往衣服里穿啥呀 哎呀 爸 我求求你了 我这一天到晚上班那么累 我都回家洗衣服做饭 你这干啥呢你呀 你这 你到时候整的衣服里都是脂子 多难洗呀 你给我拿出来 你别碰 别碰 你拿出来 你是谁呀 我是谁 你说我是谁 你给我拿出来 挂儿子 别想 我求你了 这是我姑娘最爱吃 给我姑娘留的 我那可爱的女儿啊 坐在树底下 小手指着柿子树 爸爸 那是什么呀 我说女儿 那是柿子 象征着团团圆圆 像一颗爱心一样 我小女儿一遍一遍地问着爸爸 爸爸 爸爸 那是什么呢 我说是柿子 爸爸 那是什么呢 我说是柿子 爸爸 我女儿可聪明了 就五十遍就记住了 爸 您说的故事 我愿意听 我愿意听 您接着讲 我那可爱的小女儿 坐在柿子树底下 小手指着树 爸 那是什么呀 我说是柿子 爸 是柿子 那是什么呀 是柿子 像正着团团圆圆 像一颗爱心一样 爸 那是什么呀 那是柿子 爸 那是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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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那是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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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曾经评过 蒋世萌的小品 我说过 我说它有着舞台上 最结实的身板 却能用最柔软的方式 来打动我们的那些 这就是一个好演员的功力 我觉得我今天看到这个小品 我看到了一个 比较动人的小品 像散文诗一样